今年57岁的吉林长津市民王洪苗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葫芦王 9年前他开始自学葫芦烙画,至今已创作出千余个作品 8月14号,记者来到王洪苗的家中,他正在葫芦上烙画哪吒的造型,十分生动 烙画葫芦艺术又称碳画葫芦,活笔画葫芦,是一种特色传统美术工艺 王洪苗介绍,2011年,他的朋友送了他几个葫芦 因此他便开始自学烙画,想将朋友送他的葫芦做成精美的装饰品 当时王洪苗年纪五旬,对于毫无美术基础的他,自学葫芦烙画难度不小 因为葫芦是原型的,它不是一个结构面 所以你就得把这个葫芦的主次之分和大小比例必须都得考虑好了 布置在这个图上,最后你烙出来才能准确 如果烙不好的话,你就是走行了 为了更加方便创作不一样的作品 2014年,王洪苗便开始自己种植葫芦 在葫芦成长的过程中,他将葫芦捆绑成不一样的形状 创作出了天鹅、老鹰等造型的葫芦作品 王洪苗介绍,以往他常常根据八仙过海、老子出关等传统文化 创作出了不少的作品 由于近期大声归来、哪吒等动画受热捧后 他也随之烙画了哪吒、熬柄等卡通形象 获得了不少年轻人的好评 王洪苗说,希望葫芦烙画能与时俱进 收到更多年轻人的喜爱 能够将这项古老的民间记忆继续传承下去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